银行劫案这样的题材也是影迷喜欢的,如1995年上映的经典电影《盗火线》。 该片讲述了两个劫匪麦考利和克里斯在一场新天大劫案中,与洛杉矶警察在街头展开决战的故事,除了到火线外还有,如,公众之敌,银行大劫案,去年上映的国产片《火锅英雄》等都是这类的影片,当你看完这些影片,一定会为上面的交战场面而大呼过饮食。 但你可曾想过在现实中,如果碰到银行劫案,你又会是怎样的心情呢? 今天的大案就讲个有关银行劫案的故事,那是2000年9月1月的傍晚,东庆湖畔的常德市,一个极普通的周末,忙碌了一天的人们,正走在回家路上,谁会想到,一场震惊全国的特大吃枪抢劫,银行的杀人血案,正降临这个美丽的湖边城市。 傍晚,湖南省长的事件设息路,走在街上,你感觉不到贫富差距的悬殊,人们大抖穿着简朴,身态宁静,看上去并不急着挣钱发财,而是从容自得的活着。 城里最大的商场在离死不远,得审称长沙人,看来只够得上中等规模,只有银行们面前的坚固豪华气派。 是近中秋,刚刚从熟热中解脱而出的人们,显出几分季节性的洒脱。 真正的秋高气爽,一切跟往常一样,回家的还是那些人,散步的还是那些人,人月黄昏后的依然还是那些人。 潮汐望去,残阳如雪,虽然洞庭湖平原的落日很美,但人,没有小姐也行,你不是女人吗?你来陪我们玩。 老板娘终于沉不住气,无名火起,也破口大骂,连日来的冷情生意积蓄的怒火刚好发泄在两个男人身上,双方一阵激烈对骂,娱乐城堡安全围了上来,空气紧张,差一点爆发激烈的群殴。 其中一个男人清醒一些,拉住另一个男人,说等这阵日子过了再说,男人这才愤愤而去。 在娱乐城门口丢下一句要老板娘人头的狠话后,钻进出租车,消失在夜幕中,老板娘还站在娱乐城外恨恨不平,对着夜幕发狠,老娘怕过谁,你来杀吗?看谁杀谁,服务员好歹将她劝回娱乐城。 有个保安提醒她,这段时间长得结案闹得这么凶,还是谨慎别好,说不定热闹的人就是凶手。 他们可是杀人不眨眼的魔王,老板娘越想越怕,越想越觉得两个男人很像劫匪。 晚11点,老板娘报两岸,警方经各种推断,觉得两个男人可能是长得结案的嫌犯。 主办张俊落网搜捕行动,直到9月19日晚9时45分,仲庆警方获得消息,一名湖南男子与一名全姓女子联系,说晚9时在上次下雨的地方交一包东西。 警方根据情况推断,下雨的地方,一是雨中驱观阴炎,一是雨中驱南地门,于是在两处布下前罗帝网。 昏暗的夜色中,一名身着身蓝色远领踢去衫,的男子慢慢朝巷口夺来,他东张希望快要走进巷口时,又回头湖,一地望了一下,然后向前朝黑暗处,第一个女人走去,见面后两人嘀咕了几句,那女人便将一只古葬的旅行包递给,的蓝色踢去男子,男子接包后转身就走。 突然,三名精壮的汉子,仿佛从地底下冒出来一样,旋风般扑向蓝色,踢射男子。 那男子一惊,右手条件扮射,势得往左叶向身,但他的右手已被扑上来的汉子死死扭到背后,手中握着的竟是一只已经上膛的五四式手枪,这只没有保险的枪连撞针都一打开。 三名刑警将疯狂挣扎,的张军按在地上,动手脱掉他左脚戏啊,有句,那正是张军身上最明显的标志。 刑警问,叫啥名字?张军,抓的就是你。 打开张军手中的旅行包,里面有175发子弹,和一枚军用手榴弹,被戴上手铐的张军爱叹。 没想到抓捕刑警身手这么快,连自杀的机会都没留给自己,活捉北手张军,标志着这起涉及地狱广,抢劫金额巨大,作案手段凶残,震惊全国的特大吃枪抢劫杀人般成功告破,主犯张军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在被捕后记者曾这样问过张军,记者,同伙在你眼里是什么样的?张军,他们都很傻,很傻。 1993年,张军伙同在上馆所认识的刘宝刚,用自制的钢珠枪抢劫一家副食店,在抢劫过程中张军失手打伤了刘宝刚,为怕行动不变的刘宝刚拖累自己。 张军就想留下了黑手,重庆去公安局,刑警总队队长王文,如果按照一般的讲义气的话,他张军要对刘宝刚这个人负责,要负责他的伤,但是,他残忍的把他杀了,为啥子杀他呢?不杀他就要暴露我张军。 杀刘宝刚这件事,充分暴露了张军极端自私,毫无人性的罪恶本性,张军对待他的情人,张军已只受利用,毫无感情可言。 张军对记者这样说,我和他们只是朋友,没有爱情那些东西,有人引定好一点,主要是排查吗? 重点人口摸牌,他们不容易受到怀疑,张军发展情妇,主要目的是让他们协助作案,并利用他们躲避警方的追捕,子私的本性使张军是他人的生命如草窃,为达墓地不惜滥杀无辜,子私又派生出另一个特点就是残忍,他杀人不计后果。 不讲原因,是一个毫无人性的杀人狂漠,张军情妇当案情指毕1995年12月22月18时30分,地处杀平板闹市的重庆有一华桥商店商区奔店,购物的人群熙熙攘攘,一派繁忙景象,不须吼,人们突然听到一声叫喊,群声望去,发现黄金首饰柜的女营业员,被一个高个男子用枪指着头,为等他反应过来。 一矮个女子冲进柜台,就往马桶包里装金银首饰,此次抢劫中,矮个女子便是秦职弊,秦职弊已经快50岁了,但头脑简单,胆子大,张军于是就勾搭,赏他做自己的情妇,并很快使他成为自己的同伙。 陈红彊,35岁的陈红彊1995年香港后,在重庆开启了出租车,1993年3月初时张军时,37岁的陈红彊刚离婚,张军说要携车,请陈红彊当老师,出租车照常打表纪备,这样他骗取了陈红彊的信任。 两人开始同聚,张军在陈红彊的住所作为窝藏枪枝的据典,又于2000年7月带他去场的,逼他像一个无辜青年开枪,陈红彊站写后,便死心趴地跟着张军了,杨敏彊张军情妇中最年轻,最漂亮的一个。 他不但与张军结了婚,并且还为张生下了一个女儿,杨敏彊是重庆福林人,1991年参加工作,先在福利印商场担注自宫。 1995年,杨敏彊办理停歇留职手续离开单位,开启了餐馆。 2001年,28岁的杨敏彊本是福林去社会福利院的一名护士。 1996年,张军与杨敏彊在福林一个母厅认识,不久,两人在福林区办理了结婚手续,张军用的是一张,名为龙海力的身份证。 此前,张军与前妻相悦而办,了离婚手续,杨敏彊为结果婚,严敏严敏,重庆是福林人,她是第一个投入张军怀抱的。 1995年,参与张军在重庆与中区和平路抢劫杀人外的严敏各自很小,进了看守所后,她一直遵守兼规,服从安排,表现较好。 严敏在看守所有一段字述,这里记载如下,我很早离婚,一个人带着女儿,就靠在外面做点小生意谋生,生活相当不容易,我是现现建了张军设下的感情陷阱。 她开始是以一个款游的身份出现的,她出手大方,又满嘴甜言蜜语,我以为找到她后,这一辈子都有了依靠,于是我的感情防线被冲破了。 设下感情陷阱后,随即又设下债务陷阱,她找我借了一万多元钱,这时我无法离开她,但将我套牢后,她就开始威胁我,叫我跟她去作案,否则就杀死我全家。 就这样,我一步步走上犯罪的道路,成了,2001年25岁的成了,有着初中文化,幼年丧妇,母亲勿农,由于家庭条件不好,16岁便辍学,17岁便先后直升到广西,广东打工,1998年厌倦飘泊生活的她回到了家乡,并在舞厅坐台。 1999年下半年,因张军看上了她的姿色,成了也看好张军的一表人才和腰柴万贯的老板气派,将当时化名为陈强,并自称作电气生意的张军。 从十分要好的女友手中夺了过来,从而两人平均在一起,她心甘情愿地做起了张军的情妇。 张军在长德的情妇沉了,她个子高调,面目清秀,出身在鼎城区高自港镇,和董廷湖水长大的沉了。 初中毕业后来长得床世界,1999年下半年,她认识了张军,并以她的美貌获得了张军的迷恋。 张军为她在三旅小区买了一套房子,后来这套房子成了密藏武器,但要和会集团伙的黑窝点,奸诈险恶的张军。 每次带枪回来货开,会,都是在这套房子里的一间密室里,每当这个时候,张军都要陈乐买着买那或者在外放风,一直到九一大案发案之前,陈乐都只看到张军善良的一面,却没有真正看清她嫌恶的一面。 张军团伙人员放案李泽军,住饭场的结案结婚李泽军,致长的是阿湘县满福湘人,李泽军排行老三,生于1971年,再到湖口中学读完初二就辍学回家,到一家侦办支部场干了一段时间后,于1991年竞争,到海军某部服役四年。 1995年5月,退伍回乡的李泽军与胡春香结婚,新婚后仅70天,两人迎戈刀子姬士吵嘴,胡鹤龙要自杀,李家因此备了战务。 随后李泽军到广东打工近两年,1998年重新结婚,并生了一个女儿,婚后,李泽军夫妇在县城买了房子,并租了一个小门面做服装生意,村民们感应。 李泽军平时从不打架斗殴,从不与人争吵,也不干偷鸡摸狗的事,听说他抢劫杀了人。 大家都很意外,赵正宏主犯出身在一阳狮子阳区,以前做水果生意,一阳发了大水没有什么事情做,赵正宏深知自己已经为自己挖好了坟墓,他悔恨自己没有文化。 他转告他的家人和五岁的女儿,希望妻子一定要让女儿多读书多学法律。 长大了当个律师,陈世青主办陈世青在家乡人面前的形象性格直爽,头脑灵活。 小学毕业后,他辍学了,从15岁起学,老将,手艺逐渐而民乡里,先后还收获石铜徒弟。 1997年因做尼尔活摔伤后,他只得改行,做了七八个月的出租摩托车生意,到了1998年,他在常德开起了出租车。 此后,便很少回家,但据记者了解,陈世青人性的另一面是,他从小就被祖父母教生挂扬,一心想发财。 到1997年前,他被他的同乡张军,以一宗命案拉下了水,私欲更加膨胀,从此杀人约火,无恶不作。 从目前警方掌握的情况来看,他一共参与制造了八起税案。 李金生从伴李金生已四十岁,身材高大,一副憨态的李金生,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 他开出租车,妻子开办馆,有一对聪明可爱的儿女,不愁缺,不愁穿,不缺钱花。 最后,附上张军团伙的十二张血案案件表,1994年11月26日,张军在重庆江北市龙茂市场公厕内打死一男子,抢走现金约600欧元。 1995年1月,张军在重庆十余中区,为随一名从储蓄所去款的包工头,将该包工头打死。 抢走现金五万元,1995年12月22日,张军等两名代徒,闯入重庆有一华侨商店杀平霸奔店,向拥挤的人全开了六枪,打死一名清洁工,打伤两名顾客,价值五十余元的金银首饰,被洗劫一空。 1996年12月25日,这火带徒在重庆市上海一百重庆店,打死一人,一楼黄金制品贵价值七,零万元的金银首饰被洗劫一空。 1997年11月27日,张军,李泽军,严若明三名劫备在长沙有一商城,打死两名营业员,打伤四名营业员和顾客,抢走价值160万的黄金制品。 1998年12月19日,这火带徒在湖南长沙香江宾馆,抢了一辆桑塔纳出租车,并开枪打死司机。 1998年12月20日,这火带徒驾驶抢来的出租车,由湖南驶入湖北省公安县南平镇收费站,冲冠示威,持枪打死一名交通协管人和一名治安协管人。 1999年1月4日,张军,李泽军,陈世青,赵正宏,在武汉屋广黄金柜,开枪打死一人,抢走价值350万元黄金视频。 2000年6月19日,重庆市中区,陕西路,重庆商业银行发生抢劫案。 三名带徒打死一名银行职工,打伤两名保安,打死一名出租车司机,抢得11万元献潮。 2000年8月15日,长德市安向县农业银行行长湖梦连夫妇被杀,8月31日,长德市出租车司机王吉友被杀害,9月11日,抢劫农业银行湖南盛丰行,将被执行的超车。 其中,张军参与作案12起,黎泽军参与作案9起承世青,参与作案8起,赵正宏参与作案7起,王宇参与作案2起,严若宁参与作案2起,作案17起,杀死26人,杀伤20人,抢劫现金,财务共计600亿万。 伟生最后不得不,提的是张军这个是血魔王被文强逮捕时,对市任重庆市公安局分管行政的副局长文强说了这样一句话,你有一天也会和我一样,只要你挡不住诱惑,你也会走上我这条路,起量一语成诚,成为现实,文强落马时,重庆人几乎同时想起,我当年张军对文强说的这句话,至于张军的这句预言背后的故事, 大家自己脑洞吧,门早已习以为常,难得驻足观望,跟往常一样,中国农业银行湖南省长德分行,将北支行,的运钞车从支行出发,到个储蓄网点收取头寸箱,再收取十个网点,共计224.8万余人的营业储蓄款后,穿街过巷,管上建设西路,到达最后一个网点北站分离处,17点50分,运钞车。 按规定,停在分离处大门口,车门开处,头戴钢盔,手持A型冲锋枪,被押运经锦向魏东,王建国跃下车来,分别各就各位实行警戒,车前车后摆住主要角度,手放在板机上,枪口朝上, 另一位担任司机的经锦周军坐在驾驶座上,熄了火,把微型冲锋枪端在胸前,紧接的防护运钞车的另一侧面,17点55分,王平走进分离处, 王平年近25岁,今年7月刚从湖南大学国际商学院毕业,分配到场的农业银行将北之行工作,此刻正成运钞车实习随车出内工作, 与他一起工作的是出难原理境,一切仅仅有条,谁也不知恶魔正悄悄逼近,血光之灾正悄然落下,17点57分出租车司机刘辉, 驾着他的蓝色方塔纳出租车驶入建设系录,在分离处外看见一个人招手,靠近一看,是出租车同行陈世青, 以此认识,便聊起叫肠癌,18点06分离处内,一个戴帽子的蒙面带徒突然从后门场进来,直冲到了李靖和王平面前, 他举枪就朝王平头部离开竖枪,劫持李靖,把他退出分离处,王平中带,当场死亡,鲜血溅满工作台,与此同时,另三名蒙面截备从隐蔽处突然出现, 近距离内朝保护运超车的金锦射击,子弹射圈金锦刚挥后击穿头部, 肖卫东,王建国重弹,倒在运超车边,周震则倒在驾驶室里, 劫匪从金锦身上抢两只,各装有15发子弹的微星冲锋枪,很显然,劫匪分轰明确,每人负责枪杀一名金锦, 18点07分出发李靖被蒙面劫匪用枪底在背部推到运超车前, 勒令他打开运超车后门,好的李靖,年仅29岁,自知自己必死在劫匪上下, 最后望了一眼,他熟悉的常德的天空,告别他热爱的生活,他将钥匙插入锁孔, 拼尽全力,将钥匙朝半方向猛然一扭,钥匙断了,劫匪永远别想拿到他们梦想的巨恶钞票了, 气急败坏的几个劫匪,同时间罪恶的子弹射向李靖,李靖身中四弹,当场死亡, 19点07分听到枪声,分离处女之后萧兰英可后世英本能的躲到柜台下, 安想报警开关,顿时警铃大作,劫匪惊慌失措, 19点07分出租车司机,刘灰惊讶的听得枪声,目睹了蒙面结肺杀人, 刚才和他谈话的陈世青突然露出真容面目,从衣服内掏出手枪, 刘灰还来不及弄清为什么,陈世青就对着他的脑袋开了枪, 子弹从太阳穴打入,刘灰当场死亡,陈世青打开车门,将刘灰的尸体拉出车外,自己钻进去, 发动汽车,几个蒙面结肺朝他跑来,他们边跑边开,枪, 一位骑自行车的市民不计躲避,当场被打死, 18点18分结肺跳上车,夺路而逃,驶入管脚右边数百米深小巷, 往老胡城墙方向逃顿,街北门疯狂逃窜,沿途撞伤五名过路行人, 冲出小巷,是辱较为宽敞被遇裁路,一个三岁小孩被干净撞倒在的, 一位老人冲上前去打算抱起小孩,灭绝人性的蒙面劫匪凶残地向老人连开四枪, 18点13分最先奔讯而来的巡警, 根据目击者指点的劫匪逃窜方向,朝小巷深处追击, 18点14分大批巡警赶到现场,迅速封锁现场, 内护秩序,组织围固追击,并上报告及领导, 有一名叫王麒麟的记者最早赶到现场, 他在案发时正在现场附近,听到有人喊,杀人了, 他赶到现场时,大概是案发四分钟之后, 看见几名巾警倒在血迫中,其中一名巾警的手还在抽搐, 随后,警方封锁现场,在路面上划出警戒线, 被抢劫银行的门也关起来,大批刑侦人员正陆续到位, 开始勘察现场,18点20分节会出现在长的是江湾、甘露寺附近, 他们跳下车,脱掉身上的血衣, 这是一个老大爷从不远处经过, 觉得这些人举止奇怪,本打算上前看个明白, 群北凶狠的威胁喝嘛,老大爷慌忙跑得远远的, 18点20分案发现场的群众获悉, 劫匪从金锦身边抢走的威形冲锋枪的子弹, 与劫匪自己拿在手上的手枪可以混用, 打,突击又猛烈的火力,非常危险, 经警方现场勘察认定, 正是以起要组织预谋精心策划的持枪抢劫杀人案, 结尾逃窜时大胆地选择了人流稀少的狭窄小巷, 全城仅有一处红绿灯电子监控, 且开枪那杀无辜, 手段十分残忍, 整个抢劫过程没超过两分钟, 18点20分场的警方调集权势警力, 包括巡警、武警、交警等, 下令包围案发第50地区, 在八个出城路口射关独弃, 到时间及形成第一道包围圈, 18点25分场的警方下达第二道电力, 要求全十个区、县、 向迅速组织五中人员, 在各路口不空, 增设路甲, 形成第二道包围圈, 执行任务的每一位警察都明白, 英立军将结尾解决在长的室内, 18点30分, 就在警方形成两道包围圈的同时, 一列火车途径交挖的甘路寺, 一名亡命的结尾冒死, 挑战了军裂开往长沙的火车, 突破了警方的包围, 另几个结尾则混入闹事, 躲藏起来, 19点长的警方在市交五陵城区甘路寺一居民家门口发现了被抢劫的出租车, 经检查, 这辆车车窗玻璃被打坏了, 车上残留着血迹, 现场表明待屠在场的承受作案, 驾车在市直斗了一个大圈后, 估计一汽车奔散消失在城东的茫茫人海之中, 19点正在外地出差的湖南省委常委, 省政法委书记, 公安厅长李一鹤接到报告后, 迅速赶回省公安厅指挥中心作证指挥, 20, 林林湖南省委书记杨正武, 省长楚波, 省委副书记胡彪, 常务副省长周博华作出指示, 要得注意保护群众和民警安全的前提下, 全力以赴, 不惜一切代价, 尽快将犯罪嫌疑人抓获, 21点长的方面仍没有传来劫备足迹的消息, 省公安厅再次电令, 长德附近的一阳, 长沙, 月亮, 楼底, 淮化, 张家介市公安局及长沙铁路, 淮化铁路, 湖南民航公安处, 要求上述单位的公安局长立即到局指挥中心作证指挥, 主管副局长立即率足够警力全副武装, 到所有通往常德方向的大小路口社官独巧, 一切合围部署在周密的进行着, 湖南省公安厅副厅长立明安, 唐忠元, 巡视员彭大夫从各方赶往常的市指挥围捕, 省武警三支队, 调派近200名武警官兵增援长的, 湖北申警包接到案情报告后紧急出动, 在临近长德克县的路卡布下一千多名警力, 从深夜到凌晨, 湖南省目出动公安连警和武警官兵几万人, 设路墙194个, 至此, 微不减本的第三层包围圈形成, 以长德位中心的迁罗避网, 迅速在湖南, 湖北两省全面骚开, 第二天, 消息传遍全国, 巨国震惊, 人们开始关注长德这个城市, 看到这里相信, 大家不会再对银行结案的场面大呼过瘾了吧, 如果你当时在场, 相信警惠在的只会是恐惧, 主办确认, 警报社三层包围圈, 是要抓凶长的9.1特大警案发生后, 湖南警方恩讯后, 立即调集大批刑警和公安民警在全省内追捕, 并设置三个指挥部, 一号指挥部设在长沙, 由湖南省公安厅厅长李一航亲自指挥, 二号指挥部设在长德, 由公安厅副厅长唐中原指挥, 三号指挥部设在一阳, 由一阳市长及公安局指挥, 去见场了解, 警方掌握了截备稍许情况, 持枪抢劫者共五人, 都穿着深蓝色套装, 戴深蓝色帽子, 其中一人身体结实, 身高1.75米左右, 另一人身高1.66米左右, 偏瘦, 余下二伪业与二者之间的身体特征, 警方初步认定, 此五人均是亡命之徒, 凶残至极, 极其危险, 公安部有关接触人员, 已赶出场的指导协调破案工作, 据警方研究得出, 1998年, 长沙某商场被歹徒持枪 截走价值220万元的珠宝, 事发当日, 一是下午下班时间, 1999年9起的武汉珠宝行造结案, 作案折日常的结案歹徒使用的同时五四式手枪, 而今年6月19日, 发生在重庆的10万元结案, 作案者也是侧人, 长沙, 武汉和重庆公安部门的行政人员也已到长得, 有关人士认为9.1长得结案, 与发生在上述三哥的几次结案, 无论是案犯选择作案时间, 还是作案手法却颇有相似之处, 公安部门初步认定, 歹徒使用的同时五四式手枪, 并确认将军正式多几次将结案的主犯, 张军是谁? 中文明, 张军国籍, 中国民族, 汉族出生地, 湖南省长的是安乡县安福乡出生日期, 1966年8月5日, 1966年8月5日, 张军出生在湖南省长的是安乡县安福乡花林村, 一个贫穷农户家中, 家里有七个兄弟姐妹, 张军是最小的一个儿子, 姐姐哥哥与张军同母义父, 所以他们姓薛张军姓张, 张军是张家的赌鸟, 张军十二岁时, 母亲被查出患有自公癌, 并中他常念道, 想吃一碗肉丸汤, 这成了张军当时最大的愿望, 张军攒了一个学期凑足五脚钱, 跑了三十多里路, 为他买回一点点牛肉, 然后学姐姐们的样子亲手做了一碗肉丸汤, 终于给母亲了却了心愿, 由于家穷, 到高中一年级张军就辍学了, 没事干张军就开始打架, 渐渐的在当地竟有了点名气, 当时, 张军最爱看电影《少林寺》, 最爱恋舞, 1983年张军因打架都欧被送上管所, 那时张军十七岁, 九月二日啊, 二十二时, 长得全市之景, 在群众的配合下统一行动, 展开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地毯式大清茶, 共出动了2368名公安武警, 清茶边挂五十四家, 旅店和路边店六百五十八家, 车站码头和建筑工地二百六十七处, 出租房屋一万多户, 排查出各类可疑线锁十二桥, 听狠手辣的劫赛, 在长得办下的今天选案, 激起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愤怒, 短短几天, 来自全国各地的举报电话和信件, 达到了一万多个件, 人们纷纷被迫案提, 勾线索, 献计献策, 九月五日, 案件取得重大进展, 湖南警方迅速出动, 抓捕劫匪, 至九日, 出两名劫匪案其中包括煮饭, 张军, 其余全数归案, 逮捕插序, 劫匪逃亡不忘嫖娼, 在逮捕过程中有两名劫匪还不忘嫖娼, 结果被老板娘举报, 九月四日, 一阳市某娱乐城, 樱幕降临时, 照常亮起霓虹灯, 门脸一片灯火辉煌, 却不能掩盖其生意冷情的现实, 由于前段时间, 全国人的娱乐场所的卖银调娼活动, 帮韵花枝招展的座台小姐都闻风而逃, 吃喝玩乐的大款歌是害怕, 根本就不敢露面, 怒大的娱乐城内, 几名员工懒洋洋的坐着例行工作, 老板娘坐在搭台里, 唉声叹气, 供客人唱卡拉OK的电视屏幕, 闪着蓝悠悠的光, 偶尔有歌声响起, 也是演务员为打发无聊, 自己对着话筒唱几句歌而已, 晚上十点左右, 两个男人走进娱乐城, 他俩在沙发上落座, 开口就叫, 来两个小姐, 老板娘很殷勤, 指望两人消费些酒水, 男人说, 脑子从来不唱速歌, 快找小姐来, 老板娘只好陪笑解释, 由于言达, 娱乐城内的确没有小姐, 男子就叫他打电话照几个来, 老板娘依旧回说没有, 因为他们不敢来, 两男人火了, 破口大骂, 说老板娘看不起人, 不仅在他的心, 还很没有面子, 坚决要老板娘找座台小姐, 老板娘压住火气, 依旧含笑解释, 男人却说, daha有得内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